中石化,中石油,它们两个仅以自制差 它们两家的油也是经常被业界和消费者拿来比较 可能也有两家公司的石油差不多垄断了我们国家的加油站的市场原因 那到底这两家谁的油更好,谁更耐烧呢 这个就是我们广大消费者关注的问题 所以今日我们就来评比一下吧 中石化中石油这两家的油,虽说同位油,提炼方法也是相似 但是来源却是不同的 中石化的油主要是为进口油,中石油的油主要是为我们国家的油 而且中石化炼油时,添加剂比中石油加的好 所以这两点原因导致它的市场价格偏高 然后因为中石化炼油技术是更好一点 所以它家的油的密度是要大于中石油加的密度的 大家应该知道,密度大的油在燃烧起来的时候耗得更慢 虽说中石油加同样的一顿原油 可能比中石化家的一顿原油提炼出来的油要多一些 效益可能更高 但是这个并不是消费者得到好处 所以有一些车主在这样的体验后 就实验了中石油和中石化家的油 谁跑得更远 实验结果发现 同样的一顿油 中石化比中石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 我想这样的话 虽然中石油的油价更贵一些 消费者也更愿意选择它吧 这时,得出中石化的油更耐烧一些 中石油可能需要提高炼油技术了 毕竟市场竞争力还是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